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Podcast频道 我们节目的全文也会在公库的网站上面来刊登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也很期待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您的捐款才能够让独立媒体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深度的报道以及讨论 也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讨论一个议题 这个议题其实也是我长期关注的一个面向 就是我相信有一些知道我在做研究的朋友 大家都会晓得我在过去有一段时间 差不多有将近十年时间 我的研究的主题是媒体跟精神病患精神障碍者 那包括媒体怎么去再现这些群体 那为什么他们会做这样的报道 以及他们如何透过各式各样的赔利益 文化行动来进行社会对话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花了蛮长的时间 在做田野对我自己收获很多 那这也使得我在很多的节目里面 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经常讨论这样一个话题 今天节目也要来跟大家讨论这个媒体 媒体之外就是所谓的精神障碍的这个部分 就是最近有一本书我觉得蛮值得推荐给大家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回家在社区得到复健与支持 精神病患也能安居乐业 当生活过得好生病又如何 这个是台湾书名 的确可以知道是一个台湾的出版的书 因为书名真的很长 好那我们今天的来宾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 中正大学社福系的教授 陈芳佩陈老师 芳佩老师你好 芳佩老师好大家好 非常谢谢芳佩老师来接受我们访问 不过我一开始想要确认一件事情 这本书的书名应该不是你想的 应该是说就是这本书想要带给大家 是一个新的认识这群人的一个视野 所以可能很急于把这样的一个想法传达给大家 所以就直接在我们的书名上面做这个表达 是的 所以这本书其实大概从书名就可以了解 这本书到底要谈什么 那这样我们就不要买了 当然这里面就是 我想可以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的重点 那这本书其实是 就是基于我的一个研究 那这个研究本身 它的意志是要去探索一群从 一种叫做康复之家的机构 回到社区的一群精神病患 它的一个历程 那这个研究在当初设计的时候也 就同时设计去从三个观点 来了解这个历程 那当然就是这个从康家离开的这群住民 虽然他们其实应该是前住民 但是我还是习惯用住民来称呼 来识别他们 然后另外就是这群住民的家属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康家的工作人员 所以希望从这三个观点里面来 比较完整的了解这个历程 发生那些什么事情 那当然就是 也许可以剧透一下 就是 后来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 返家是一回事 就是从康家离开 回到社区居住 这是一个居所的移动 这个返家的历程是一回事 但是他们是不是真的回到家 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他想要返家 甚至也开始要返家 但是能不能够回到家 或者是能不能在家庭里面 或是这个社区里面被接纳 被接待 恐怕跟他的意愿 直接会有很大的落差 是的 那当然这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去影响 或者是说会去左右 对 那就是我这本书希望试着去探讨的 然后帮助更多人可以了解他们的处境 待会我们会慢慢的来把这些问题 一个一个点出来 那这本书是游记文化出版 游记文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出版者 是的 我的节目访问了好几次的游记文化出版的书 没错 对 所以下次有机会 我想要再访问一下他老板 为什么要出这种学术型的大众书写 OK 但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 其实为什么是学术型的大众书写 一部分这当然就是学术研究 那另外一部分你会看到他会有整个重新的编排编辑过 那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序是摆在最后面 一般来讲对一般来讲序的内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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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序摆在最后面 然后我要先从你最后面的序开始谈 因为你在序里面有提到说 这条学术路径让我习惯于轻易的究竟观察到精神病患 在社区生活接触这复健的状况 这指的是你在美国读书的一个经验 那基于这样一种经验呢 当我2015年回到台湾的时候 对于社区当中几乎见不到这一种景象 这个景象应该就是可以看到很多的精神障碍者 他们在社区里面的这种生活 所以你看到看到这种景象你感到十分的错愕 那你也说做一位学者面对这个现实 第一个时间我打心底游览而生的是惶恐 我的学术发展岂不就要断了线 所以第二部分你过去就是在研究社区 精神障碍跟社区之间的关系吗 是我其实在美国当然是念博士 然后再来工作 其实差不多15年的时间 对那在这段时间之内 其实当然我主要观察的区域是美国 美国利益协区 也不是说美国各地都会是一样 但是我有机会去接触的区域 其实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他们在社区精神附件这边的一个体制上的设计 其实比较是金字塔型 所谓金字塔型就是他们在底部 在社区的这个部分的部件是比较广 而且比较多元的 那当然金字塔的顶端跟台湾一样 其实也是一个医疗机构 但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就选择方面来讲 其实都是到不得已 当然有很多原因啦 因为毕竟医疗的怎么讲 就是服务它是成本是比较高的 那在社区的如果可以先做预防 或者是维持我们精神病患的一个稳定 它其实成本是可以比较低的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金字塔的一个设计 就会让他们在社区生活的时候 可以获得很多的支持 你的意思是说在社区能够回到社区生活 对国家或者是整体在这个医疗 或者是这种回归的部分成本是比较低 是的 是的 但是社区不是应该有很多的社区机构 或者是包括一些中继的机构 包括一些家庭的资源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转型的等等 这个会比较低吗 它看起来是很复杂很旁杂 因为我之前在做有关精神 卫生法修法的时候 很显然的看起来大家好像 政府在这部分愿意投资的是比较少 如果是比较低为什么不投资啊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想其实这要怎么说呢 我想在我们整个从1980年代吧 我想是我们政府真正比较开始 积极的去等于说走进现代的精神医疗 那从1980年代如果 应该差不多是1984年开始 我们其实就有每五年的一个计划 那因为当时的台湾事实上是比较缺乏 精神医疗机构的 包括医院都没有 就床位也不太符合当时联合国的一个规定 你说在1980年代之前 对对对 所以其实1980年代一开始要推广的时候 是先把这样的一个硬体设备给建制起来 那当然当时这样的一个做法 其实无可厚非 但是很可惜或者是也很遗憾的吧 就是我们精神医疗或照护这个部分 一直都有医疗界在引领 那就会变成长期下来就会变成好像在社区这个部分 就比较容易被忽略 那我这边我绝对不是反医疗的人 因为对于我们精神病患来说 医疗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持 那但是就是其实人从离开一个急性期到他能够稳定下来 再回到他能够好好生活的一个状态 他需要的其实不会只有医疗 对不会只有药物上的治疗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比较期待 我个人还有就是我相信很多的民间团体患者跟家属 他们其实都很期待的是能够把 就是社区精神附件这个部分 还有社区支持的这个部分可以建构起 那成本的高低又是怎么回事 成本高低是这样子的 任何机构化的一个建设 其实他本身的成本就会很高 因为他是一个专业密集的一个环境 然后他可能要求也同时要硬体 那社区支持他可以采取很多不同的形态 比如他可以只是一支专线 电话费不要多少钱吧 那或者是说他的一些 家属的那种询问或者是这些可能 这些会员会所这些所谓的病友好了 他们的一些所谓的咨询 对对那或者是说 他提供一个场域 让大家可以去参与 可以去活动 那这个场域里面 事实上比较理想或者是说 在国外可以看到的一些状况 还是台湾也开始在尝试 其实在里面 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环境 其实是让我们的病患的同侪 可以互相去支持 对那所以其实在社区附件 这个部分事实上 可以有很多元的做法 那他不见得一定要有 很昂贵的硬体 或有很多的专业人员 反而是利用一些自然的资源 然后只是要提供那样的一个环境 跟那样的一个机会 让他们可以形成一个 可以互助 或者是说可以有助于 他们重新找到自己 可以自我成长的环境 这个当然除了经费 还有很重要是关联的问题 就是到底这个 当然我们知道医疗会用到 器材硬体的建设 还有包括药 包括很多很多人员的这个聘雇 那这个当然就是一个成本 那回到社区 也许成本比较低 但是这个社区能不能够接受 恐怕也就是这本书谈到回家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原因 那回到你刚刚 我们刚刚一开始谈到 你写书的这个部分 是因为你发现台湾跟 在美国的经验 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那为什么国外他们 难道他们不会害怕 不会担心 他们不会有这一种不安感吗 为什么这些 精神疾病的朋友 他们反而容易在社区里面的生活 他们在社区里面的生活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状况跟样貌 对因为我想就是害怕这个议题 或者是我们说精神疾病的污靡这个议题 事实上各地都有 那不过我想我目前观察到 然后可以觉得应该是一个蛮关键的一个差异 是在于我在美国看到的状况是 其实精神病患本身作为一个群体 还有家属作为一个群体 他们其实都很有意识 就是权力意识 他们其实会积极地去争取他们想要的 或者他们需要 或者是属于他们权力的这个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的第一线工作人员在美国 其实我们常会说美国有很多的方案我们可以学习 但是我想我们真的需要学习的倒不是他们方案本身 因为毕竟文化社会条件都不太一样 然后能不能真正成功的移植这些服务的方式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我想可以真正去学习的反而是一种精神 就是问题解决的精神 他们其实常常会在自己的 比如说第一线工作人员 他们在实务工作上就会发现 我没有办法好好地服务我的对象 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 他们分析出问题以后 分析出那个关键以后 他们其实是主动地去发展出一种解决方案 对那我其实书中有介绍了好几种服务方案 那其实我用意其实不是要大家去copy这个方案 然后就在台湾做 而是去copy他们那个过程 怎么样去怎么讲 就是发展出自己的一个能动力 那这些服务方案里面有专业人员 自己就是因为要因应他们没有办法好好服务对象 而及时广义发展出来的方案 那也有精神病患 他们觉得我要好好生活 但是我到底有没有什么样比较好的做法 让我可以比较长远的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他们也发展出一套 就是可以维护自己身心健康的做法 对那所以我想 其实这一点倒是在台湾还没有看到的 我还是希望 还是想要抱持的希望 我是觉得 其实我们的能动力是在的 那我们也需要去把它发展出来 那如果可以这样的话 我相信其实是可以比较贴近在地的需要的 然后也可以去怎么讲 就是去涵盖到一些 其实比如说在美国那个环境是比较不会去考虑到 比如说家庭这个部分的因素 那在台湾这个我们谈到精神病患 其实没有办法不谈他们的家庭 所以其实你的意思是说 每个地方的文化不同 每个地方的这种国家资源的分配的方式不同 但是我们同样遇到问题 那怎么去解决 那在台湾也许是某些的专业者他去做解决 那可能是一个医疗机构 或是我们的卫政的相关的机构 他就去做这些规划跟解决 可是你会觉得这个问题的解决 应该要更务实并且更有想象力 而不是依循着过去的做法 或是国外怎么做就怎么做 而是他应该有更多的讨论 所以包括这些家属也好 包括社工也好 包括医疗人员也好 包括这些病友本身也好 他们应该是能够有不同的讨论 并且发展出他们自己的一些特色 我自己过去读文献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 有些地方他是用会所模式 那会所模式就是例如说 他可能就让大家在这边 很平等自由自在的在这里活的 这个所谓过生活 然后我也发现 有些会所是精神障碍者 自己创立起来的 就是说他们其实是 慢慢的走出那一种疾病的框架 可是他还是可以去 因为他自己有得过这些状况 那他可以去知道该怎么去解决 去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他又发展出另外一个 去照顾的方法 这种好像在台湾比较困难吧 其实不会啊 就像关老师您有观察到 就是他们事实上是有这个能动力的 对那而且就是如果说可以 比如说在政府在补助方面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空间 只要有这方面的一个资源 其实我相信 这个怎么讲 就是整个精神附建也好 社区支持也好 其实是可以有很多新的一个发展方向 那比如说像在台湾 我想也可以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其实是有富康足球的 对那富康足球怎么来的 也是第一线工作人员觉得 我们的精神病患也需要运动啊 那当然我们也有就是比较竞赛性的 像凤凰杯这样子的一个竞赛活动 那这样子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但是何不就让我们的精神病患 可以去做一般人就会做的 区域活动 所以他们就发展出富康足球 我自己接触到的一些 精神障碍的朋友 其实他们有蛮强的自知之民的 我所谓自知之民 其实他知道社会怎么去看待他 他也会尽可能不要去违反社会 对他们的某种的规范 或者是那种界限 所以他其实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他会有自己的一个范畴 所以他会在这个不打扰别人的状况底下去 做自己的努力 就是说我要讲的是 很多时候我们对他们一种 一种刻板印象 就是这一群人是一群失控的人 他自我管理很差 那的确在某些状况底下 他可能不是那么好自我管理 但是在这个大多数的时候 至少我的观察里面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他们自我控制 自我意识是很强的 可是我想这其实是 也是一个遗憾的结果 因为他们的自我控制 其实是一种不得不的结果 因为他们会 也是因为精神疾病无名的关系 所以他们不得不 只好自己做自己的事 其实他也不用害怕 人家没有像你想象的 会随便的就爆炸或干嘛 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个样子 至少我接触到的 对对对但是我想 这也就是我书里面 很想要表达的 就是回家这件事情 其实是跟真正的 在融合在社区里面 就是大家可以一起 从事一些活动 比如说像我刚刚提到的 富康主角 我书里面也有讲到 就是其实踢球这件事情 不在乎你有没有病啊 对你有两只脚 你喜欢你热爱这个活动 你愿意在场上奔驰 对然后队友踢给你的球 你努力的去接到 然后你也可以很顺利的 把球传出去 这就是在参与了 那这个跟你有没有生病 或者是说你的身份是什么 因为我那次非常感动 最主要也是因为 真的场上也有学校的 大学的教授在里面 对然后甚至他们在 做友谊赛的时候是 我们的就是精神病友的团队 跟我们国小学童团队 两边在比赛 对我怎么讲都不自量力的 我一下就要下去摘一脚 对但是那个就是 那个才是我们所谓的回家 对就是当我们可以 真正的去怎么讲 消弭那样的一个界限 不是说你做你的事 然后我容忍你在我身边存在 而是说我们真正一起 做一些事情 这个才是我们在 或者是说在书里面 我从病患跟家属的一些 表达之中去整理出来 其实这是大家最大的盼望 没有错 所以其实不用担心别人 就一定会对我们怎么样 其实别人因为 知道你觉得你会担心 所以他其实有某种的 这种自我规范或自知 那实际上这个更应该打开 跟打开是说 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 某种程度上面 并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 那这本书的一个 很重要的写作主题是这个康复之家 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什么是康复之家 跟我们一般所知道的 像这个疗养院啊 日照中心啊 或是我刚刚谈到的 会所模式有什么不同吗 好康复之家 他其实是我们在精神卫生法中 从他1990年 第一次立法的时候 就纳入的一种服务机构 那他其实是属于所谓的 社区精神复健机构 那什么是社区精神复健呢 在法里面 他其实是定义成 协助病人逐步适应社会生活 在社区中提供病人 有关工作能力 工作态度 心理重建 社交技巧 日常生活处理能力 及其他功能的复健治疗 好那我们的就是 精神复健机构 其实有两种 在法定里面是两种 一种是住宿型的 一种是日间型的 那康复之家 就是所谓的 这种住宿型的市区 精神复健机构 那所以从他的定义 和他的怎么讲 就是法定的一个定义来看 他最主要是希望能够帮助一些 就是他们的疾病症状 已经稳定下来 然后有一些复健潜能 但是可能好像还不太 适可直接回到家里面 或回到社区里面 可以去的一个中途的一个中计站 那康复之家的一个设置 那他其实有就是 有所谓的专管员 然后有一些 就是医疗的那个专业人员 那最主要其实 因为他是一个住宿型 所以他是24小时 在那边就接受 应该照理说 不应该是接受照顾 而是接受复健训练 所以主要会 主要的用意是要训练他们的 就是生活治理能力 然后状况好一点的 他会安排他们去做一些工作训练 那工作训练很可能是从最基本的 就在康夹内部带工作起 然后一方面是培养 就是生活上的一些 怎么讲就是规律性 然后也赚一些零用钱 那如果说这个部分 可以适应的相当的不错之后 很可能会安排他们去做 就是技术层次稍微高一点的 但是一样也是比较 庇护性的工作训练 慢慢慢慢到 他们如果可以的话 其实而且康夹还有余裕的话 会帮助他们就业 那这个是就是应该是说 我们理想中的康夹 是希望他能够发挥这个 在社区里面可以协助他们进行 社区附件的这样的一个单位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 他们可能从病院医院 然后要到社区 中间有一个所谓的转型 或者是一个中途的机构 然后在这个中途的机构当中 慢慢的有一些技能的培养 有一些心理的建设 然后让他逐渐的走到社区里面 然后能够融入社区 可是依照你刚刚我们在前面谈的时候 你会发现其实又看不到 他们在社区里面 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们已经有这样一个设计 然后为什么是走不出来呢 还是其实又退回去了 还是走出来又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跟他做继续的讨论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中响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进入制造库独立制作 我们有YouTube的频道 有Podcast的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今天在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介绍的这一本书 叫做回家 在社区得到复健与支持 精神病患也能安居乐业 当生活过得好 生病又如何 这是由邮寄文化出版的一本书 那今天的这本书的作者 也是我们节目的来宾 是中正大学社福系的教授 陈芳佩陈老师 芳佩老师你好 芳佩老师好 在上段节目当中 你有跟我们介绍什么是康夹 康复之家 康复之家其实很重要的 一个功能跟角色 他其实有某种之所谓的转型 就让他从病院 能够到社区的一个过程 可是在你的研究当中 其实发现这个过程是很重要 但是恐怕问题也是很多 所以我现在蛮好奇的 尤其这个问题是非常大 就是现在的康复之家 有什么样的问题 为什么似乎让这种 精神疾病精神障害者 他很难回家 然后甚至也会出现 这个资深康复之家 经营者罗美林所说的 他变成的是一种 在社区的慢性病院 是这样子的 我想第一个 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关键 可能就是我们的康复之家的 数量还是不太够 那可以这么说 就是我想我们 我想应该是2019年的 一个统计资料 我们其实全国大概有两百八十万的人 能在当年有去精神科或者是身心科去就诊过 那如果说在这里面 这个数字当然我想就可以了解到 我们有多少人有在精神方面的困扰 那他可能有严重的 有可能是急性的 有可能是一阵子的 但是如果说我们再往下看 可以看到大概在2020年 将近有20万人去取得 就是精神疾病的重大伤病卡 所以要需要到重大伤病卡 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到 他们其实是可能是 起码是进入了一个慢性的一个状态 那在这么多人里面 其实我们的体制里面 其实有做这样的一个 分工上的一个划分 那需要去 或者是可以进入到 所谓的康复之家去做这个附件的 在我们的行政分工上面来讲 是所谓的第四类 那这一群人呢 其实他们在我们的统计数字来讲 或者是从他们的障碍程度来讲 可能是轻度跟中度这方面的人 那这方面的人如果说 一样也是在2020年的一个 那个统计资料来看的话 其实是差不多13万人 但是我们的康复 在2020年其实 大概只能怎么讲 就是收容大概7000多人 差那么多 是的 那当然其实这13万人里面 可能有的还是住在医院里面 但是那个是极小部分 那其他大部分人 其实真的就是在家里面 有家属在照顾 那这些可以进入康复的这些人 有的时候其实 不见得是真的是 在一个准备好药去做复健的一个状态 那原因是在于就是说 我们的康复虽然少 那资源已经很有限了 但是呢 进入康复的这个管道 通常大概是医院或医生的一个转件 那但是也受怎么讲 就是受到另外一个因素的影响 就是我们的对于精神病患来讲 他们其实是有他们自己的养护机构 但是他的数量更少了 床位更少了 然后一般的就是老人的照项机构 他们其实也不愿意收 有精神疾病诊断的一个对象 然后就会变成这些人 如果怎么讲 就是家里人也不好照顾他们的时候 他们其实真的没有地方去 那在医院这一端 他们要转介 其实就会去考虑到康夹 但是这些人他们如果到了康夹 他们自己本身没有在一个可以复健的一个状态 或者他事实上 比如说年纪也大了 他还有其他的疾病 那就会变成占了康夹的床位 却没有办法让康夹去发挥他的功能 那这其实是一个蛮严重的一个问题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其实我们康夹的人员配置 就我从研究资料里面的分析 就会发现如果真的要帮助我们的住民返家 有很多需要在康夹之外进行的活动 比如说他可能要跟家属联络 然后去建立他跟家属之间的联系 那甚至像刚刚讲到 怎么讲 会需要帮助我们的住民 开始建立自己的生活 那经济自主其实很重要 所以他很可能要帮助我们的住民去找工作 那当然一个做法 其实就跟老郑的就业服务去衔接 但是有的时候其实住民他可能原来就在康夹里面 进行工作训练了 但他其实可以就直接进阶的去做一些 那个就业的一个安排 问题就是这些在康夹之外的 这个部分的一个服务 对他们的返家非常重要 但是他事实上在人员配置上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刚刚讲到的专管员 专管员主要是在照顾他们在康夹里面的生活 然后那些就是专业人员 他们依照那个收容的比例 其实他们有的搞不好还只有兼职 所以事实上没有办法真的去做返家这部分的一个服务 那以至于就是有些 怎么讲 适合可以附建的那个住民进了康夹以后 他们也很想回家 然后结果得不到真正会需要的一个协助 那另外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就是这个我们的康夹 康夹这些工作人员是不是也有这种 其实我们的精神病患是可以回到社区这样的一个观念 或者是说我们在讲的所谓的精神复原的概念 你是说工作人员 康夹工作人员没有这些观念的意思吗 对对对在工作人员这个部分 就是还我想我相信是可以再继续加强的 就是这群人来到康夹不是被照顾的 他们是就是如果回到康夹的这个原本设计的概念 它是一个中继站 它是一个怎么讲 就是一个附建训练的一个环境的话 其实他们照顾其实是非常非常其次的 像我书中遇到了这个康夹的工作人员 我其实就蛮敬佩他们的 他们真的很把帮助住民返家这件事情当一回事 然后他们很努力的 就是像我刚刚讲到的生活治理 然后工作训练 甚至去协助他们就业 就是做的比较到位 好那但是希望所有的康夹的工作人员都是这样 好但是我想当然也有一些环境的一些 就像我刚刚讲到 所以如果不是这样他们通常都在做什么 就比较会像是养护机构 就会像您刚刚讲到 罗美玲在提到了 他是一个就是在社区的慢性病院了 对对 就是让他在这里生活 但是没有去empower再回家的这个过程需要的能力 是的是的 那当然我想这个 怎么讲就是有心很重要 那但是有资源也是很重要 所以就刚刚 这会不会就涉及到 例如说我们的包括健保的制度啊 包括我们的社工的人员啊 包括观念 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因为你可能要面临到这么多 你的人数那么少 然后还一大堆在外面排队 然后到这边的每一个的状况 可能都有一些落差 他也没有办法用标准化的程序去做某种的训练 这其实本身对于社工对机构也会不会也会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跟一个不知所措的状况 是但是我想这个终归到底我想就是康家的定位到底该是什么 好那我想法定里面有对他的一个期许 但是他现在实际的一个配置事实上是有问题的 那我想这中间的这个落差就是我们值得去讨论的地方 对对对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最后一个原因 我想也是蛮明显的 就是住民很想回家 可是家属不愿意 对 那家属不愿意的话我想其实有很多的一个原因 那我想这个这就得要我们回到家属的角度来看 那家属在我的研究当中呢 事实上也有他们的一片心算石 这是个我不是开玩笑讲的 对我想我们的社会里面也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你怎么不把你自己的家人管好 好然后那如果家人要要管好他的话 就会变成是说那他们到底要做什么才有办法管好他 而且就是说他到底要怎么样帮助他 如果说我们的社区里面本来就没有资源 那没有没有给我们病患的附件资源 那也也没有给照顾者的一个支持资源的时候 连专业人员都做不到的事 我们如何期待家属可以做到 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很复杂 我举个例子我曾经在以前住永和的时候 在教会里面会有一个就是行动不方便的人 然后他是坐轮椅 那因为他行动不方便 但是他觉得他应该要去参加教会活动 是要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 可是因为他行动不方便他是住公寓 那没有人愿意带他出来 或者家人不太愿意带他出来 因为太麻烦了 所以他就会打电话给我 然后我就去他家从四楼把他背下来 背下来然后再帮他把轮椅拿下来 然后再把他推到教会去 这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但是其实是很复杂 就是我们一个礼拜做一次 那可能都还没什么 可是对家人来讲他可能每天都要做 如果这个孩子他需要更多的社会接触的话 对他们来讲可能是要有一些更大负担 所以我光是讲这种所谓的身体不便的这个朋友 他其实回家照顾他的家人都觉得是一个负担跟压力 那如果是一个精神障碍者或精神疾病者 他可能会面临到的压力更多 所以这大概也很难是一个家庭能够去cover去支撑的一种状况吧 没错没错 那特别是说因为我们的社会一直对精神疾病没有太多的教育 对所以呢就是像我的研究里面的访问到的家属也好 病友也好特别是家属 他们就会提到说在一开始他的家人发病的时候 事实上没有人搞得什么 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 然后没有人知道怎么照顾 我们完全没有这种观念 对对对 然后就是人家抱什么我们就去试什么 所以他们求生问补的也有 然后呢医院一家换过一家的也有 对所以而且就是说精神疾病确实有他一个非常困难或挑战性 具挑战性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的症状事实上会非常影响到他的社会互动 对那而且就是每一个人的特性都不一样 对所以家属在这当中他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也没有办法预期他的病情会如何发展 然后而且就算去就医 然后我想这一点也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就是这些我访问到的这些家属都在告诉我说 他们一开始就算我他的家人可以去就医 还是没有人在告诉他们说 这个孩子到底生了什么样的病 这个病有什么样的特质 就没有做这个疾病的教育 然后如果说比如说就急性病房住院了 然后必须要出院了就出院了 然后他在完全搞不清楚他到底生了什么病的状况之下 更没有照顾的指引 然后就把人带回家了 所以他们常常是这样反反复复的 在医院回家 然后又进医院 这样子过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再来就是用药这件事情 其实精神病患的用药非常的辛苦 因为你要找到 第一个要找到愿意 怎么讲 就是要找到对的药这件事情 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试药的过程 因为精神疾病通常要在你的 就那个用药要在你的体内 要累积到一定的程度 一定的浓度 你才能看到它到底对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作用 那所以这个试药的过程是非常非常漫长的 那而且这些药都有副作用 好 当然我们在讲到的是 病患本身的受到这种苦 但是家人也一起受苦 他们得要看着这个 我好好的一个儿子和女儿 对 吃了这个药以后变成这个样子 对 然后他们也很紧张 因为他们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状况 所以通常他们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然后熬过了急性期 然后也许有可能进入了慢性病房 然后慢性病房也许在就是劝缩之下 或者是有这个机会 他们来到了康家 那康家当然就是比慢性病房更开放的一个地方 那刚刚有讲到他们其实有专管员会协助他们的生活 当然在怎么讲 就是在市区还没有其他支持的状况之下 家属就会觉得就让这里是终点再好了 就不要再回来 就是你回来我也不知道怎么照顾你 他不是不愿意照顾 而是实际上对来讲实在是太艰难的一个照顾 对 那而且刚刚的讲到那个过程 你说会不会伤感情 对 这个当然也是有可能的 对 所以就会让想要回家的住民很多时候就会因为家属的犹豫 或者是有的是比较悍然的拒绝 就失去了这个机会 那当然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那我访问到的这些住民 当然他们就是所谓的成功的回家了 那他们其实做了很多努力 那一方面是比如说他们就很积极的运用 就是参加这些训练 把自己的自我生活能力培养起来 那甚至的有些就非常积极的去接受工作训练 然后也找了自己的工作 就起码有一份收入 那这些都跟都要愿意 就是变成是说可以跟家属去证明说 我现在比以前好很多了 然后我可以独当一面了 对 你不用再担心我 要彼此信任 对 对 问我很好奇的是 刚刚我们谈到这种反家困难的种种问题 那在你比较熟悉的美国 它都没有发生吗 或者说它怎么去解决这种 我们所说的种种问题 好 在美国其实它有一个 比较普遍的资源 是台湾现在正在发展的 希望将来也可以普遍起来 就是他们有很多社区居住的选择 对 所以而且我想在美国那样 那个文化比较讲求 就个人的独立啦 好 那我们常常听到的那种18岁 你就是成年了 你就自立了 这个不是揣言 这个到现在为止 就是或者是我在美国的那段时间 还是一个蛮普世的标准 就是你到18岁你就成年了这样子 那所以他们其实我想在政策的设计上面 他们其实没有太期待说 人离开了医院他是回家的 回到自己的原生家庭的 他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期待 他觉得他可以自立生活 而不一定要回家 或者说其实社会的标准 或者社会的想法就是说 只要你是成人你就应该要独立生活 所以他们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居住方案 那这个居住方案有各式各样的形式 他们有的当然也有像我们所谓的康家这种 他们叫group home 就是团体家务 那或者是说比较是怎么讲 分散的在社区里面的 然后像我过去曾经在纽约市待过一阵子 那他们事实上有把 他们有一阵子有一个纽约纽约计划 就是把一些废弃的一些建筑物 那就是把它的隔间重新整理 然后有一部分 当然他们全部都是给弱势团体 但是有一部分保留给就是精神病患 那但是他们就是有点类似 我们现在正在推的社宅 不是购买式的 就是租认式的社宅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他们其实不是回 他们的回家是回社区 他们并不是回到原生家庭 那在台湾不一样 所以这是我刚刚一直强调 其实我们要找出在地的做法 对那台湾目前的话是正在发展 希望我们有社区家园 这样的一个服务方案 那社区家园这样的一个服务方案 在台湾其实已经推广了好一阵子了 那过去比较主要的是 推广在障碍族群 特别是给智能障碍的伙伴们 让他们在成年以后 就是不一定要在家里面住 他们有办法可以在社区里面 经过一些从旁的协助 可以独立生活 那就是在精神疾病这个患者这个部分 大概是差不多108年左右吧 就是我们在卫政这边也开始在推 那目前就是尽量的希望能够增加这样的一个 居住的一个选择 那所谓的社区家园 事实上我们其实就是在社区里面找 你也会去租 我也会去租那样的环境 对 然后呢 一般来讲 原则上是一个单元 最多六个人 就是六个住民在里面 那而且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其实没有跟他们住在一起 那做的比较到位的 就是怎么讲 就是社区家园是 其实工作人员真的让住民可以自主生活 他们自己去建立他们的生活公约 做家务分工 然后每个人白天各自去过各自的日子 晚上回来住 就跟我们的生活一模一样 对 然后他们工作人员这个部分 一样也是24小时uncle 但他们绝对不是在 在那个住的空间里面 对 然后只是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去看看住民的一个生活 就是有点像是去拜访他们 看他们生活的一个状况 那现在这样的一个 其实在各地都有在开始推广 那我想这个部分就 有这样的一个选择 事实上我书里面也有这样的例子 就可以看到他们其实是可以 怎么讲 就是跟家里面的关系 反而有一个缓冲的一个空间 对 那我访问到的 住在这样环境里面的住民 很享受自己的自由 享受自己的自 就是可以自在生活 然后跟家里面也有一个机会 可以重新去建议他们互动的一个模式 然后变得比较互相的尊重 然后但是也互助 所以简单来讲说 有点像在康家跟家庭的中间 还有一个比较自然 生活或者是一个 集体的这种辅助协助的一个 中继站的中继站 可以这样子说吗 或相对这样它是一个比较自由自在的 而不是像康家还是有很多的规则嘛 家庭还是有蛮多的规则嘛 或是一种矛盾跟冲突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可能还有多了一套的设计 那刚好是他们的美国的观念 或者在美国的一些住宅政策上面 它也存在这样的一种机制 其实社区家园这样的一个服务 理想上是希望它可以成为永久住所 对这个其实 那不是要真的回家的意思 对对他们就自己 就像你我一样 我们就自己独立生活 对那在美国他们推各式各样 它有一个前提是不会觉得你一定要被照顾嘛 对不对 是是或者是说就是从旁协助 对那所以在美国的多元住宅里面 其实也有一些就是租金补贴 对然后呢就是换句话说 他们其实把住跟服务是分开来看的 然后所以其实在美国也有在大力推行的 一种叫做housing first 这种我想台湾没有比较少听过 就是以居住第一吧 我想可以这样翻 那他们的做法 或他们的那个怎么讲 就是思维是 我把住跟接受服务这件事情分开 对住是人权 所以我绝对会帮你找地方住 那你住进去的这个人 你需要什么样服务我们再说 那也要在你同意的情况之下 我们来安排服务给你 对那这个服务当然就是 这个人很可能其实 比如说症状稳定 他们也吃药服药都自己来 都没有问题的话 那很好 也许我们就协助你去找工作 安排你白天的生活 那或者是说 他其实状况还不是很稳定 他们就会有其他的服务方案 像那个积极的社区治疗 这种服务方案 叫assertive community treatment 就是类似 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密集的 一个协助的一个服务方案 对然后所以就 会有比较多的专业协助在旁 协助他们 但是原则上还是让他们住在社区里面 对 不过这个很多的观念跟想法 甚至资源的差异是很大的 没错没错 你在书里面有好几次提到说 这个台湾的社区精神附建停滞了三十年 这段话也被对王振永老师 特别的标示出来 虽然他同意的看法 但他其实也帮这些努力的人 说了一些话 例如说包括我们精神医疗网的推动 社区服务纳入这个世界纳入健保 那或者说精神卫生法的修订 甚至包括有一些会所的模式的推动 这不就是也是一种能够去进入到 所谓社区精神附建吗 还是这个都不算吗 还是你觉得你的比较严格的标准 去看待目前的这些状况 因为这个有点像地图炮 一开就哇打了很多人 是是是 好我想 我想并不是说远不严格 而是我想是从哪个观点在看吧 对对那当然就是说 我们怎么讲 就是从这些住民跟家属的角度来看 他们的生命经验也是很真实的 他们的生命经验里面在告诉我们就是 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些资源的存在 也接触不到 那一路走来就是他们很辛苦的自己 自己想办法走到现在这一步 那我想这个部分的生命经验是需要准种的 因为这也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例子 那至于就是刚刚老师您提到的这些发展 当然我也不会不知道 对但是我想现在大概是如何让我们的这些政策啊 想法啊这些美意能够真正的具体实践 那这个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也不是说就是怎么讲 就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发生的 对那但是我会希望就是说 我们的精神附件的这个政策也好 体制也好 能够更广纳大家的意见 我所谓的大家就是 应该是说医疗这个部分的意见跟想法跟做法 当然是不能偏肥 因为这个部分对于我们的精神病患来讲 是很大的帮忙 那对家属来讲也是一个安定计 就是他可以接受医疗了 那真的是很棒的事情 但是我想精神病患要能够到一个复原的状态 我这边讲的复原是元气的元 就是他也许没有办法恢复他到他没有生病之前的状态 但是他可以带着病生活 过一个重新过一个好的生活 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 药物治疗是一回事 但是其他的支持也是需要的 而且是需要更多元的其他的支持 那这部分就会需要其他的专业的加入 然后还有就是说 真正的去聆听就是住民跟家属 不是住民 就是病患跟家属他们的需求 还有他们的建议 对那让这样子的一个安排 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图 或者这个怎么讲 就是我们的想法 跟我们的那个现实的 之间的那个距离可以拉近 那我个人其实坦白讲是很乐观的 因为我想我们的精神卫生法 才在两年前就是重新修法 那修法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重点 就是想要去发就是怎么讲 就是给我们的社区支持这方面的发展 一个法源 那真的也就写进了这个我们的政策 就是法里面 那我们的卫福部这边的一些政策 确实也开始大力的推动 不管在设政这个部分 卫政这个部分 都开始努力的为我们的精神病患 他们这些特有的一些特性来努力 然后提供给他们 他们可以比较适合他们的一些服务 所以我个人是乐观的 对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还有一段路要走 对 我们两年前也针对当时的修法 做了好几集节目 应该有四集节目的讨论 是 那也是一个抗争过来的一个过程 没错 是我们想象好像这么简单 但是也不能够否定政府 事实上在这份努力 或至少他会去接纳这些 所谓的民间抗议的这个声音 这其实是我不知道该说肯定的还是说 这是本来就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但是也反映出一种现在就是 有时候我们的政府在做很多的施政 他可能是利益良好 可是为什么会不到位 为什么我们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问题 是因为他并没有从当事者的角度 来做思考 也就是民主的过程 民主讨论的过程 或是由下而上的这种 不同角色在整个讨论的过程 相对之下可能是比较缺乏 所以不太容易去了解 那个现实生活的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这恐怕是台湾一直以来 经常会出现的一些状况 那我想最后一个问题请教这个陈老师 就是你在这本书里面也提到 这本书的写作事实上 跟这个阿迪契的一场演讲是有关的 那可以讲一下他讲的什么 让你产生了一些这些共鸣共感吗 然后你后来也提到说 阿迪契的演讲里面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权力这件事情 精神障碍者在这个社会里面 面临到一个什么样的权力的问题 权力的关系 是是是 他的这场演讲 我想取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题目 叫做单一故事的危险性 那我想 其实真的很鼓励大家有机会的话 可以上去看看 因为他就是一个TED Talk 然后大概是2012年的时候的一场演讲 那深受广大的回响 那他这边讲到的这个单一故事 其实就是我们一般在讲到的 所谓的刻板印象 对 因为我们很容易对于一群我们陌生 然后特别是又有一些恐惧害怕 心情的一群人 然后对他们的印象就停留在一种印象 那所谓的刻板印象不见得是不好的 但是对于就是精神疾病的患者的这群人的刻板印象 我们通常我想我们都很熟悉 就是我们会觉得他们非常的危险 甚至觉得他们有点狡猾 或者是怎么这么懒散等等之类的 那他其实就会去影响到 也许我们对这方面的认知是对 因为我们看到一个两个的例子 或者是说我们会觉得精神病患会杀人 那这些例子确实存在 或者是说我们确实是有少数的精神疾病的患者 他们后来变成一个加害者 这是有可能的 对 但是这不是这群人的唯一的面貌 对 那我想在这一点来讲 其实就是这个阿迪奇他这场演讲想要强调的 因为如果我们总是把这样的一个单一的一个形象 加注在这群人的话 我想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结果了 因为我们只要一听到精神病患就很害怕 有人甚至觉得我好像得了精神疾病 但是我不要让人家知道 因为我立刻就会变成那个别人会害怕的人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社会效果 那换句话说他其实也特别请到 当我们只有固守的这个单一故事的时候 事实上是剥夺这整群人的 他们就是生而为人有的 该有的这些尊严跟平等参与的一个机会 那我想我们在这个精神病患的这群人身上 看得非常清楚这样的一个例子 对所以他其实从单一故事的危险性里面 他非常的鼓励我们去发掘 不同就是这一群人 他们的不同的多元的故事 那我想这也就是我会想要写这本书的一个起点 那故事这样的一个为什么会有力量这件事情 是因为其实故事它其实是一个话语权的议题 对那话语权的取得事实上是需要社会资本的 对那但是我想我们也都清楚 就是容易被这些单一故事影响的都是这些弱势的人群 他们其实很难去取得这个话语权的 对那我想其实最近有一个更明显的例子 我想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现在美国总统大选的这个期间 在俄亥俄州有传出了一个传言 就是在Springfield的这个地方 好像他们的海地的移民 就被传出说他们把那个邻居的 养的那个就是宠物猫啊宠物狗就拿去给吃了 对那当然这个传言就是被打破了 包括那个一开始去做提出这个传言的 这个人也出来澄清这个是是个假新闻就对了 但是呢川普阵营就把他拿来大肆宣传 包括在他们的那个总统候选人的这个 怎么讲就是辩论上面再提了一次 那我想这就是一个很清楚的话语权的一个展现 这个一个怎么讲就是在政治的那个场域里面 它其实是一个我们说的privileged 它一个它是一个特许的一个权利 麦克风就是交给你握在你手上的 那你说什么这件事情 事实上你就在传递这群人的一些故事 对但是所以我们会讲到说这个故事跟权利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一个故事是怎么形成的 它是怎么样被传递的 这些背后都有一些权利在支持 对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机会去做传递者的时候 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我们事实上手边手上就是握着这个权利的 对那所以我想媒体也好自媒体也好 其实你就是有这个平台可以发声的 那你说了什么这件事情 就会变成会很轻易而且也很快的会影响到这一整群人 对所以我想其实我在书里面也是一种自我反省 就是当我们如果很轻率的说精神病患杀人 但事实上讲这句话的人也许不觉得我说了什么 但是事实上因为比如说像我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怎么讲 就是就算做众大伤病我们就拿那20万人来讲好了 对那如果也许确实有那么一个两个是精神病患的杀人犯 但是其他的那19万多人呢 你讲这句话事实上你伤了那19万人的处境 对其实你也是在怎么讲 也是在怎么讲滥伤无辜啦 对所以我想我们需要去知道这个部分 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反省 所以我会我个人就会觉得就是说 我既然做了这个研究 我知道了这些多元故事 我不能不说 我不能不说出来 因为不是说这些乐园故事就是他们的另外一种单一故事 我也不想成为这样的一个结果 但是我希望看到这本书的人可以开始的去想想 你说边我相信每个人身边一定会有受到这种困扰的人 不管他的程度如何 去看看你认识的他们真的是我们害怕的那种人吗 对如果你发现不是 或者是说你发现其实是有其他的一些状况的 也欢迎大家讲故事 对我是觉得既然这现在是一个自媒体这么发达的一个社会 我们应该要把这群人的作为人故事给发展出来 对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对他们有更丰富的认识 然后也更能够去贴近他们真正的需要 我听过很多的例子 因为过去也在精神障碍的机构做一些田野 或者是帮他们上课 其实我听过一些例子就是 一旦媒体报道某种精神障碍杀人这件事情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这些所谓的病友就会非常错 就是我又不是这样 然后他原本可能要能够走路到社区的准备 或者是已经在身心状态都已经完备的状况底下 这件事情一发生又让他们缩回去 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再去面对这个社会 因为他们会害怕 因为他们会被归类 因为他们会觉得我又不是这样子的人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看我 所以这个就是某种程度上面的不友善 可是这个不友善恐怕也未必是某一个单一的个人 他故意去做 而是一个集体的社会里面的权利关系 那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刚刚老师提到 就是他们没有说话的权利 或者说他们说话声音没有被听到 所以我们对他们是不了解 所以我们只能够从别人的诉说里面 继续的去看待这一群人 这也就是我们节目为什么 一个非常重要的搜索 就是一起听见微笑的声音 这微笑的声音是要被大家更多的听到 更多的认识跟了解 非常谢谢这个陈老师来跟我们做今天的这个分享 那再次推荐这一本书 虽然书迷有点长 回家在社区得到复健与支持健康 精神病患也能够安居乐业 当生活过得好 生病又如何 很长的书名 但是非常精彩的一楼 那也欢迎大家能够来看这一本书 你可以了解更多 知道更多 谢谢陈茂贝山老师 谢谢我们下次有机会 再跟你请教相关的问题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